原标题A级通气令嫌犯田永福背后的盗墨案分赃后遭敲诈因警方破案 2017年11月12日在山东藻庄市中区一片远的建筑工地化名为田牛的田永福被藻庄警方抓获 在田永福被抓前两天公安部发布A级通气令公开通气第二批实名文物犯罪在逃人员田明列其中 据公安部通报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田永福多次伙同狗某某某某某等十余人 在藻庄横领部文物保护一纸东固城文物保护一纸等处盗掘九件珍贵文物 2016年4月田永福迎涉刑盗掘狗墓葬罪被藻庄警方上网追逃 相关信息显示秦永福所设盗墓案背后还设一起团伙成员之间因内洪引起的敲诈勒索案 盗掘九件文物四件一级文物五件二级文物 中国财刑文书网显示2017年3月22日早装饰山亭区法院就拱存某某某某某度觉股文化遗誌 古墓葬案 做出一审判决 澎湃新闻从权威部门确认 上述判决书提及的盗墓案系田永福参与的两起案件 拱存某系公安部通报中提及的拱某某 接近案情的人士称该案以拱存某为主 先后究极十余人在横顶部遗址 东顾城遗址盗墓 其是全案的主要究极人组织者 分赃人 而廷永福和王某等人主要负责盗决 判决书显示 拱存某今年39岁 早庄山亭区人 系山亭区交通局工作人员 因涉嫌盗决古文化遗址罪 于2016年5月18日被刑拘 同年6月23日被逮捕 山亭区法院查明 2016年3月初经拱存某提议后 火通吴永某 王兴某 刘建某 刘川某等人 为了到横领部遗址内盗决夜间到遗址内 使用探针 洛阳禅等工具采取扎趋途层方式 探测三次并在遗址内盗决 盗动一个没有盗决盗文物 在作案过程中 吴永某主要负责网峰 刘建某 刘川某主要负责 接送作案人员往返现场 经山东省文物保护与收藏协会 鉴定盗动涉及横领部遗址保护本体 该盗动损害了该遗址完整性 山亭区法院还查明 2016年3月下旬 拱存某伙同吴永某等人到横领部遗址内盗决出酒件青铜器文物 2016年4月份 拱存某将该酒件文物以3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卖给徐某银 徐某银支付200万元 被拱存某吴永某等人分赃 早庄警方在徐某银经营的博物馆内 将盗决的酒件青铜器文物扣押 经检顶其中4件为国家1级文物 其余5件为国家2级文物 接近案情的人士称 2016年抓获拱存某等6人后被盗决的文物全部追回 此后田永福王某等人在逃 2016年田永福王某等人被列为山东省公安京都捕逃犯 后来又抓获王某等人 但田永福一直在逃 据早庄新闻网报道 被盗决的恒领部一致 位于早庄山亭区山城街道恒领村 西商周时期文化一村 总面积20万平方米 2015年6月23日被确立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3月山庭区法院为采纳拱存某的辩护人提出的其不是发起者和联系嚣张者的辩护意见 一省一拱存某犯盗诀古文化一致罪判其有期徒刑 2011年并处罚金15万元以勿由某犯盗诀古文化一致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其余被告人因同样罪名或缓刑 盗目者分赃后遭敲诈警方破案 在这起案件中出多人因犯盗诀古文化一致罪被惩处外姚淑某因犯敲诈勒索罪而获刑 破引人关注 山亭区法院查明 2016年4月份被告人姚淑某用手机拍摄拱存某等人展示 买卖被盗诀青铜器文物视频 以要报警等方式索取拱存某等人现金人民币40万元 接近案情的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拱存某等人先到手200万元后 姚淑某一手中有视频为由敲诈40万元 当时钱已分完这40万是由拱向个人要回右收集好付给姚 此事传播公安机关破获此大漠案 判决书显示姚淑某今年34岁 山东滕州人曾因出资购买冰毒以及与他人用自制的冰毒吸食 于2013年8月被早庄市公安局山庭分局行政局留20日 又因犯循性滋事罪 于2014年9月被山庭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1个月 2016年8月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姚淑某被刑事拘留 此后被批捕 案发后他的亲属代为退销涉案三款四 一万元 姚淑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无意义 他的辩护人提出姚淑某犯罪原因是临时起义 社会危害性因区别于一般敲诈勒索罪主观恶性较小 归案后能够如实公诉其犯罪事实可重新处罚 以退交赃款四 一万元可酌刑重新处罚 山庭区法院认为姚淑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刑罚执行完毕后 在五年内在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最终法院以姚淑某犯敲诈勒索罪 判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依法追缴被告人姚淑某涉案赏款人民币四十万元 以退交人民币四万一千元 余款继续予以追缴 责任编辑贵墙